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定这个问题大家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 主要是涉及到一个立法的问题 所谓制定 实际上就是讲的经济立法 它广义上是指立法机关 制定也可以从广义上来理解 也包括修改 实际上也是制定的一个方面 撤销 把一个法律给它撤掉 制定完善的经济立法是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 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在制定经济法的过程中 有这样几个原则也特别要关注的 但这些原则跟我们原来经济法 总的那个原则有的是有联系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针对立法本身 特殊问题提出来的 第一个首先是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 也就是说你在制定任何一部经济法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这种体制 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 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是吧 如果你跟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违背的 这种规定我们就要慎重了 就要反复推敲了 是不是 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次十八大报告中间 时间也是谈的比较多的 比方说它首先是什么 提出就是说要尊重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规律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间要发挥基础性作用 这个是首先要强调的 其次就是说要什么 政府要在其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个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什么 是要看具体情况 比方说该宏观调控的 你要宏观调控 该是要进行监管的 你要进行监管 对不对 该有国有资产要介绍去进行投资的 那么你就要介绍投资 是不是 也就是这个它要跟整个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体制要能够什么 完全吻合 如果不吻合的话 不该去调控的你去调控 不该去监督的你去监督 那么这样子就有可能就过头了 是吧 比方说我们这个在现在在讨论这个什么 投资基金法也进行修改 投资基金法进行修改 可能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原来的投资基金法 主要是对证券投资进行监管 那国家也进行严格的监管 经营证券投资的基金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批准 那证券会他要发牌照 那么现在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 现在要修改 修改就是什么 要把私募基金 那 这也纳入到证券投资基金法律礼宾来进行调整 那么也就是私募基金是不是也要实行严格的监管 是不是跟证券投资一样的监管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就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 那么私募基金本来是私人自己去进行投资 可能把几个人的资金集中在一起 然后就进行投资 它跟证券发行证券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证券它是公开发行的 社会的影响面比较大 私募基金往往它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 然后他们把资金凑在一起 然后去进行投资 所以从监管上来讲 我认为政府所监管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过去对私募基金是不监管的 现在因为私募基金出了很多问题 因此有这个附身要求政府监管 但是这种监管 你又不能够跟证券投资同等相待 如果同等相待 你这监管的可能强度就太强了 监管的太严格了 可能这个私募基金没法发展 没法发展 不管作为一个什么行为都要进行审批审查 都要不断的报表 不断的去私募基金不是被你搞烦了 搞烦了以后他就不干了 整个私募基金就发展不起来 所以我们还要有区别的去对待 我们既然是搞市场经济 有的该放开 有他自己自由去进行经营的 应该尽可能去放开 如果说实在需要监管的 我们也只能是有限度的 在某些范围里面可能要进行适当的监管 适当的监管 所以你在修改法律的时候 我这个法究竟怎么定 你必须首先考虑到 跟我们现在所说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不是相吻合 如果说你干预过多了 就等于像搞计划经济一样的 那也不行了 是不是 那就等于搞计划经济的 就完全要听过政府的 是不是 你私募基金几个人自己 私人去进行投资 也要完全要佛充你政府 那就跟我们这个体制就不相吻合 就不相吻合 所以我们为什么去说 在立法的时候 首先你要遵守这个原则 你首先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法 是建立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 所以你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个规定 任何一个法律的措施 你必须要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是吧 这样子逐渐逐渐的时间 常常我们所有的法律 这个经济的法律 都完全符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话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逐渐逐渐就建立起来了 那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个法治统一的原则 法治统一的原则 法治统一我刚才前面讲的 不能因为有法律存在 有的人去执行 有的人就不要执行 那这个时候执行 到另外一个时间就不需要执行 在这个区域执行 在另外一个区域就不执行 对不对 法治的统一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只要这个法律 是一个有效的法律 任何人 任何组织 在任何情况之下 不能够以任何借口 把它抛在一边 不执行 是不是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 我讲三个字上 这个提法是有问题 因为它往往是借口 人民的利益 党的事业就把法律 抛在一边了 就把法律抛在一边了 所以要执行法治的统一 只要这个法律还没有废除 只要这个法律还没有修改 你就必须执行 如果说现在碰到问题 这个法律是有问题了 跟人民的利益可能有矛盾了 那么就修改 因为这个人民的利益 它可能这个诉求 我刚才讲的 它也是不断地 有新的诉求提出来 或者说 现在时间地点改变了 环境改变了 那么我们原有的这个制度 可能就不适应了 因此就需要修改 如果说需要修改 有理由修改 那么就按照修改 这个程序性进行 进行完了以后 然后你再执行这样的法律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 还是符合法治统一的要求 第三就是科学民主的原则 科学民主就说 你制定法律的时候 你尽可能什么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那不能哪个领导人 一盆脑袋 把各个法律修改掉了 那这个某一代领导人 一上来说 把宪法就修改了 然后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了 那这个呢 就是说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人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 你领导人上来 有什么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麻烦就修改法律 这个就是对这些事情 都是必须是非常慎重的 必须有广泛的听取意见 还有一个要符合科学的原则 就是说你定的东西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符合科学的要求 科学的要求 第四呢 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借鉴 外国的经验 另外呢 还要从我们本国的国情出发 在立法的时候 这两者都必须要什么 进行兼顾 那外国的新进的经验 好的经验 我们应该借鉴 但是呢 不能照搬 另外一方面就是 对于我们自己的国情 必须要充分考虑到 必须充分考虑 因为你不符合国情的这个规定 制定出来以后 可能也无法执行 可能大家都不执行 大家都把它抛在一边 这个法律执行不下去 那么这样 这个立法也是失败的 那就是立法本身 它也有一个什么 要考虑你今后来执行的成本 执行的口评性 如果不口评 你现在把它定出来了 那这个法律就有可能到最后 就很难推行下去 那就很难推行下去 你比方说 我简单地说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什么 婚姻法要定一个结婚的年龄 你要考虑我们国家 整个现实的情况 那比方说我定这个年龄 你现在不能哪个领导一上台说 我拍脑袋一个大家规定 28岁才能结婚 那就不符合现在的要求 你说要执行 你能执行它下去吗 对不对 所以你还从具体的情况来考虑 经济法是同样是如此 就是说你制定一个政策 你要提出一个什么规定 究竟符合不符合 现在的社会情况 中国的社会情况 另外还要考虑到国际上 通行是怎么做的 通行是怎么做的 所以这两者也结合起来 这个是一般的问题 就我不再多讲 经济法制定的现状 这个程序问题 我就不一定详细讲了 大家这个现状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间的 这个影响和地位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些统计数据 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材料 昨天我在白京开会 昨天开会 主要设计了一个经济法 要不要应该不应该作为法学的核心课程 这个问题到北京去参与讨论 那么这个 我这里这个材料里面讲的 就是中国的法制 既是白皮书 可能也是近两年发布的 一个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它就讲到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行有效的法律 总共是多少呢 229件 这个呢 其实时间这个看不错来 是到什么时间 这可能是大概在07年08年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数据 那后面还有一个新的数据 这是到有一个229件法律的 这样一个数据 其中经济法是54件 54件 这个是中国的法制建设白皮书 里边就是说奴隶出来的 经济法里边奴隶了54件 大家可以看 229中间有54件是经济法 法律 这完全是法律 也就是行动经济法律 规章都不算 这个都是由什么 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 正式颁布的法律 总共是229件 然后其中经济法是54件 可以看到它其中所占有的比重 那么这是一个资料 再一个资料呢 我看这个是 这是哪一年 这个是应该是2010年的一个数据 刚才前面可能是前几年的一个数据 就是在大概在08年的数据 10年的数据是这样的 10年的数据它这里面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目录是237件 即使到是2010年少月底 2010年的少月底 是227件 那么其中经济法是多少呢 经济法是59件 227件中间 其中是59件 然后是发展到2011年 这个2011年的可能我们要去算一个账的 他这里面讲到就是2011年 这一年中间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是15部 他把制定和修改同时放进去了 这个可能就会有重复了 因为修改可能是原来这个统计里面就已经有了 他说11年修改了15件 其中经济法是多少呢 是123457件 是5件 他这个里面编号是7 不知道前面是漏掉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中我们说它是5件的话 在15件中间是在5件的话 也是多少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是经济法 那么把11年的数据加到这个11年 10年的上面就是多少呢 总数字应该是237加15是多少 252 是吧 252 252是总数量 就是到2011年是总数量 然后呢 把这个经济法的数量是 10年的时候是说的是59件 然后再加5件 是64件 64件 就是252件中间有64件 属于什么 经济法 是属于经济法 所以所有的这个法律目录都已经列出来了 都已经列出来的 就是说要去详细统计的话 就大家都可以看到 经济法在整个法律的这个制度中间呢 它的比重 首占的比重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 220 25的话是60几这个比重 你们可以算一下是百分之多少 应该是30%应该超过了 百分之六 三六十八 百分之三十不到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多 百分之二十多嘛 也就是说 6乘5的话 5六三十三百多 百分之二十几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大概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你们可以算一下 这个比例 也就是说 那么多的部门法 经济法 占有百分之二十五上下 也就占四分之一左右 那这个比重是很大的 这是一个立法的一个总体的现状 那么我们要具体分析 这个我们这个经济立法的这个 比方说 这个问题 我认为有几个问题 可能我们要提出 第一个 就经济法的立法 我认为最特殊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最特殊的问题 它更多的体现了 我们原来的 这些政府部门的意志 比较多的体现了 政府部门的意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都说是一个 部门立法的结果 也就是这些法律草案 基本上都是在原来 各个主管部门 这些政府部门提交 法律草案的基础上 来进行修改的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了 是影响了这个立法 所以它更多的体现了 这些政府部门的意志 这是我们立法中间的一个缺陷 当然从理论来讲 我们说这些法律 都是体现人民的意志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这些法律都不体现人民的意志 就是说它比较多的反映了 一些政府部门的 他们的利益 或者他们的这种意志 比方说该要追究他们责任的 它不规定 该规定他们一个更多责任的 它不做规定 但是它给自己的权利 设定了很多 对不对 在这个法律里面 该给这种社会的各种 比方说市场的主体 各种企业规定更多的权利 但是它规定的很少 它把很多义务都附加在这些企业头上 然后它的权利很多 相对应的是 它被管理的对象 它规定更多的义务 这样的它自己到最后 政府部门的自己责任也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现在 经济立法中间 可能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要更多的贯彻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怎么更多的去贯彻 民主的这样一个原则 怎么更多的来体现 社会各个方面 他们所反映的意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政府在立法中间 不能过于强势 为了不让它过于强势的话 我们的立法草案 可以通过人大的各种眷门委员会 来进行起草 或者是委托专家来进行起草 然后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你不能老是让政府的 那个主管的部门来起草 比如说他环境保护 环境缺 他自己起草环境法 然后其他什么法 他就起草 他主管什么事情 他就起草什么法 那当然他更多的都考虑自己 怎么样 对他自己怎么便利 那总是设定更多的权利 那这个总是这个什么 很少设定自己的义务 和责任 那这个必然是这样的 如果你让你 让你们自己去参与这个立法 如果你在那儿起草 你肯定要考虑 更多的给自己规定一些权利 那给别人是都设定义务 然后让自己自己方便一些 所以这个立法一定是要什么 要比较公正的立场上 广泛的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然后呢 把这种意见通过各种 那反复来进行平衡 到最后呢 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案 那适当的方案 这个是我讲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法 因为它本身在整个法律中间 占有的比重比较高 相对来讲被执行呢 被执行的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它的效果相对来讲 可能相对其他法相对要差一些 执行的效果 为什么执行效果呢 比方说刑法 你犯罪了就是按照这个 试杀人的马上追究你杀人的责任 试这个什么 抢劫的马上按照抢劫的 这个刑事责任来追究 这个法律啊 它得到比较好的贯彻执行 如果稍微有问题 可能无非就是 这个罪犯是不是判得重一点了 还是轻一点了 在一个时刻 可能这个时候 执行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偏重一点 还是偏轻一点了 是不是 但它总体来讲 这个法律 它是比较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 但是经济法呢 因为有很多内容 属于什么 就是说它所表述的一些语言 很多也都是什么 就是远性的 我们所说的就是远法 它不像那个刑法 那个一个规定就是一个规定 那个很刚性的 你违反了这个规定 那就是什么责任 违反这条规定是什么责任 那经济法呢 它很多都是叙述性的 甚至于承受出来一个 它提出一个要求 后面呢 它没有责任的规定的 它没有后面的这种 这种什么 设置什么责任呢 设置什么 什么条件呢 都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种法律 在执行的时候呢 往往呢 执行的效果比较差 这个是 这个是可能 我认为这是两个特殊的问题 这两个特殊的问题 应该说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正因为有很多法律 它政府本身没有规定 自己的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 这个效果必然是要大打折磕 大打折磕 你比方说 你像这个 从广义上来讲 你像这种环境法 像这个社评委员法 广义上来讲 它也是世界的经济的领域的法律 执行的效果 你说这个环境法 它做了很多规定 但是我们的环境的治理的情况怎么样呢 环境污染的情况怎么样呢 大家都知道 很多地方环境污染 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甚至于已经造成严重的污染 根本没有人去追究责任 没有人去追究责任 已经造成很大的危害了 这个时候 这个舆论都已经 已经是很 很多人都在 在舆论上已经全都很厉害了 然后还是没有人去查 还是没有人找到一个责任的主体 对不对 所以这些法律 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可能涉及到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体制本身 也就是说 尽管我们现在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我们这个体制 是不是真正的就是符合 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呢 我们的政府的这些部门 它的责任是不是划分得很清楚呢 部门之间是不是有经常会发生互相推诿的问题呢 有权力的时候 大家政府几个部门大家都去抢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推 跟我没关系 据说像有些事情呢 这个一个事情出来以后 可能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 比方说在公路 公路这一块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它究竟是哪个部门 有的都讲不清楚 公路它有公路的管理部门 交通它有交通的管理部门 它跟交通又有关系 它跟公路本身也有关系 跟市政建设又有关系 一个事情出来了 它究竟属于市政建设的有关部门的问题呢 还是属于交通部门的问题呢 还是属于公路管理部门的问题呢 有的甚至还会涉及到环卫 是环卫部门的问题呢 讲不清楚 你再比方说 我简单的说一个 是一个非常通常的这种情况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种工地施工 那个卡车 卡车它这个把这个泥装到来 装到不能再装的地步 然后呢 开的在马路上开 开了以后 就一边开一边撒 把那个泥土都撒下来 甚至于有的都可以捐块 舌头都撒下来 然后一路开一路撒 是谁管呢 路嘛给它弄得很脏 然后呢 这个开车呢 很就是造成对这个整个路面交通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 环境呢 被它搞得也很差 就是除了这个地面上脏雨以后 它那个这个天下雨的时候非常泥泥 天一干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灰全部飞起来 飞起来以后整个天上都飞着这个黄图 都已经覆盖了整个天空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你这个环境怎么能好呢 那么这个问题接近水管 接近水管 那个车辆为什么能够让它开出来 谁去监督 那我就举这么很简单的例子 上海这个道路 我是因为每天要回家在路上 经常这种问题碰到 那这个问题一塌糊涂 它影响环境 它影响安全 那就是说个别单位施工 它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把这个什么 很多这种成本就转向社会 也就是它就是 比方说我这个拼命的这个装载 超载 它可以少运几车 它的成本降低了 但是它社会承担的成本很高 比方我 我其他不讲 我车子每天这么开来开去 就是因为你路脏 我每天必须冲洗 一冲洗就要什么 就要大量的水 而这个冲洗不是我一辆车 所有的抽料经过之后 都已经弄了一塌糊涂 然后回去都要用水冲 光是这个水的消耗就不得了 那么这个水的消耗 实际上就是它把这种 就是因为少数的这种工程队 施工它为了减少它的成本 就把这个成本 卷嫁到其他的主体身上 是吧 是不是 所以我一个小事情 你就可以看 究竟谁去管 怎么管 通过什么样的体制去管 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的 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城市 什么有什么综合什么执法队 那么这个城市综合执法队 也是个问题 一个法律依据是哪里的 第二个城市综合执法队 往往有的时候经常现在违法 他们又不懂法 然后他去执法 他叫执法队 不懂法的人他去执法 然后经常现在出现一些 这种群体的这种冲突 他去执法 然后他又不懂法 然后就搞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像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一个城市综合执法队 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 没人管 然后就搞出这个东西 搞出这个东西来 现在法律依据不足 人才又不行 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 确实是一个 都是我们在 我们搞法律人 都要认真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思考一些问题 这个程序问题我不讲 因为你制定一个法律 你必须要有起草的过程 然后进行政策提交 然后征求意见 然后专家认证 然后有的还开听证会 到最后就是说 通过立法的机关 通过 通过以后还要颁布 这个过程呢 我想这个法律里面已经多讲了 我这里就不再详细讲了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设施 这个习近平同志在30年 这个宪法纪念30年的讲话里面 他就提到 我认为作为国家的党和国家 主要领导人来讲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前线年 我认为我们的法律的实施 承担很大问题 那么这次习近平 在这个纪念大会上 他就讲 宪法的实施 宪法的实施 这个认为实施是什么 他讲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宪法的 就是有没有生命力 宪法的这个 这个生命力 就在于什么 有效的实施 否则的话 这种法律还要他干嘛呢 对不对 然后还分析了宪法不能实施的原因 然后提出怎么样来 其实的使我们的宪法得到实施 那么这里我们是讲的经济法 经济法 我认为那么多法 我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加在一起到去年年底 2011年年底 有60多部是经济法 那么这些法律 如果不能够得到其实实施的话 我的立法成本都高 立这么多法 我们投了多少成本 那么立了这个法 也不执行 我们为什么要立法呢 对不对 所以经济法的生命力 也在于什么 经济法的实施 你不实施 这个法律就没用 是吧 就没有用 所以我们这个定法律 就是最终是要 让这个法律能够得到实施 定法律不能够 仅仅地把法律看成是一个纸面的法律 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 现实中的法律 现实中的法律 就是把这种纸面上的法律 要成为一个什么 现实的法律的次序 是吧 法律条文 是死的东西 怎么把这个法律条文 贯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把这个法律 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的时间 就是什么 这种法律的次序 经济法律的次序 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在现实 是不是执行了 就看我们现在经济法律次序 是不是建立了 如果这个次序建立起来 就说明我这个法律 起作用了 这个经济法律次序 没有建立起来 说明我这个法律 没有得到好好的实施 就是图有空文 一纸空文 是不是 图有一纸空文 所以经济法的次序 是指经济法的主体 能够贯彻执行经济法律 法规的活动 为经济执法 经济的守法 经济的司法三载 相互联系和相互助用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称为是经济法的实施 以包括执法的活动 要包括司法的活动 另外我刚才还说 可能还漏了一点 就是说我想到 这个经济法现在的 这个现状 可能更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说经济法很多条款 是无法通过诉讼来解决的 就是目前我们的 经济法的口述性 可以进行诉讼的 这种性质 还不够特措 比方说你民事案件 一发生民事机会 大家可以起诉 一发生刑事案件 我们可以公诉机关 去进行公诉 但是经济法 有法的经济法 随即起诉呢 你的诉讼 有没有独立的诉讼程序呢 还是按照行政诉讼程序 还是按照民事诉讼程序 在很多情况之下不清楚 有的内容 实际上确实它不具有 这个什么 像其他法律那样 就是说可以诉讼 可以诉讼 你比方宏安调控 如果出现问题了 宏安调控的决策机构 是不是应该被追究责任 那么对这宏安决策的机构 能不能对它进行起诉 那么我们的经济法律的研究 显然对这些问题 还没有给出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答案 当然从制度上来讲 也没有规定 也没有规定 从理论上来讲 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 这就跟我们的宪法设施 也有很多方面也一起相似 宪法讲设施 当然也最好的 后来说最终的解决的手段 就是如果违反宪法了 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比如说有宪法法院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宪法法院 有很多人讲了 说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 那宪法的执行 也要实际到一个 有没有司法最后解决的手段 是不是 那么有人说 我们所说的司法是最后防线 实际上是没有防线的 我们没有防线 它不是很难找到最后 最终解决的这种办法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间 既然有问题 有纷争 有争议 那就必须到最后 总是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解决 那这就是司法机关 那么我们的经济法 如果说出现了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是口述的 什么情况下不口述 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 去很好的去研究 所以跟经济司法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首先要考虑 经济法是不是有口述的问题 经济法设施这里面 把基本原则 我们也列了几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卷神的原则 这个原则我认为 尽管是所有的法律的设施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经济法我认为 也同样要强调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卷神 那这个是不能丢的 那是不能丢的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卷神 事实是怎么样 那有没有证据 然后依照法律的规定 来处理问题 而不能用其他什么标准 来处理问题 第二个经济法的实施本身 不要把它仅仅是 看上是追究责任 它这里还有什么 经济的奖励和处罚 实际上是相结合的 有的时候该奖励的要奖励 该处罚的要处罚 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上 像刑法一样的 都是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那种法律 因为经济的法律 它我在前面也讲的 它有一个引导经济的发展 规范经济的活动 促进经济的发展的作用 它不仅仅是这个什么 去处罚那些违规行为 是吧 不仅仅是追究责任 也就是做得好的 在法律上 你要有一种什么 激励的处施 违反法律规定了 那么它有追究责任的问题 有追究责任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经济法里边 很重要的一个 重要一个原则 比方说 我就想到那个叫什么 我不知道前面是不是举过这个例子 就讲到 我们有一个就是专门这个什么 这个打假的 打假的那个叫王什么 黄海 王海 王海打假 是吧 王海打假 他实际上是什么 他的行为是什么呢 是知道是假的 他去买 买了以后 然后去告 这个什么 告这个 告这个企业 然后呢 几次一告以后呢 后来我们司法机关呢 就想出一个办法出来 说这个 他这个 不能鼓励这种行为 为什么不能鼓励呢 说他知道是假的 他去买假 这不是消费者 就从理论上 去解释说 他不是消费者 不是消费者 我就不能保护他 然后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像 类似于像 黄海去打假的话 到最后时间 就不被在法律上承认 你 你知道是假的 买假 你到我法院来诉讼 我不保护你 所以你 支假买假 不是消费者 这个问题我认为 就违反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 对于那一些 本身他这个 他这个 就是 去这个 通过买假以后 要求这种什么 要求那些 自假的人 来赔偿 这本身实际上 就是应该要受到一种 什么 奖励的行为 我认为 应该是受到奖励的行为 因此你不能仅仅看 要惩罚那些商家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这种行为 本身我们就应该鼓励他 本身就应该鼓励 因为这种行为鼓励他是有利于一致那些什么自假者 按道理来讲打假的话 你政府就有这样的责任去打假 而且有假必打 不至于让那么多的这个什么 这个 伪力产品 充斥市场 是不是 但是你政府打假又不利 那么民间来打假 结果你不鼓励 说你不是消费者 那你这种法律 怎么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呢 一方面你政府打假又不得力 另外一方面民间打假 你不给予鼓励 所以我是坚决支持亡害打假 知道假就去买 买了以后就叫他赔 赔十倍 甚至于赔更多 我认为都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这种行为鼓励他去打假了 等于民间自己自动的去打假 实际上人家自假的人他就不敢了 是吧 他就知道这些人厉害了 知道这些人厉害的话 那你不要自假 你不要拿假的东西出来卖呀 对不对 所以这种鼓励这种行为 实际上就制约了那些什么 自假的人 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的指导 实际上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有关的法院来解释 说是自假的人去买假 他不属于消费者 我说这是非常荒唐的 我只要是个买 我就是消费者 至于我买了干什么 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有自己自有自配的权利 是不是 我可以买了送人 我可以买了损坏掉 我不要 我扔掉 我花钱了 我买了 当然这种行为 当然我们不是去鼓励一些买了以后 去损害一个本来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是我的权利的话 我买了以后你管我怎么样 你管我做什么 对不对 我只要买了 我付钱了 我就是消费者 我就要受到法律保护 没有什么道理说 我知道这是假的 我就买假的 说我就不是消费者了 哪有这种道理 对不对 没这种道理 所以这种 如果说把它排除在消费者之外 反而就是什么 削弱了一批什么 就是执法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民间执法的力量 我个人看法应该是受到鼓励的 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是吧 因为它是在法律的允许的范围里边去做的 我法律并没有说 你知道假的你不能去买 你找哪一条法律说你知道是假的你不能买 有这样的规定吗 对不对 它完全是在合法的这个范围里边的 你为什么说它不是消费者呢 这个没道理的 第三个呢就是经济法主体在社用法律 经济法律规范上一类平等的原则 这是法律设用平等 那这个呢也不能多讲 这个在法理的试图讲到了 这个最后一点就是设施的不足 我刚才已经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些分析了 也就是这个设施的经济法律呢 要解决一个口述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的 另外呢 经济法律的责任 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 经济法律的责任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它不能被追究 是因为经济责任究竟哪一些是属于经济法律上的责任 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因为民事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一二三四五 那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有规定 刑事责任它也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哪些是属于经济责任呢 我们华东政法大学有个陈婉林教授 专门写过一本书 你们到图书馆可以查到 经济法律上 经济法律的责任 它专门有一本捐助 那他专门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 那做了研究 经济法律的责任就是在现在的立法上 在现在的就是经济法的理论上 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所以哪些是属于经济法律的责任 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 因为你责任不清楚的话 当然你要去追究责任 使这个法律真正得到执行 它是有难度 因为它没有一个底线 你有了责任 设定了责任 实际就设定了这个法律的底线 就是你不能违背这个底线 你违背底线了 那就要被追究责任 是吧 那么你没有责任 我说下去就没有底线 那谁说你就违反了 那违反的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谁判断它是违反了规定了 谁判断说它就应该承担责任 那么承担什么责任都搞不清楚 你怎么叫它承担责任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济法 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的 可能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经济法的口述性问题 第二个就是经济法律上的责任 究竟它有没有独立的责任承担形式 这两大问题是我们经济法要继续研究的 当然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 并不是说我们经济法就不要执行了 因为经济法毕竟有那么多的法律 而这些法律呢 多多少少还是规定了一些 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 你们大家如果说详细去看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国务院发表的法制的白皮书 包括每年可能国务院 都会出一些这种年鉴 上面都有明确的流列 哪些是所谓经济法 你们把这个经济法的条文拿出来 然后做几个具体的条文的分析 看看它里面法律责任是怎么规定的 那么如果是结合实际要去进行调研的话 再去了解一下实际上这些法律 具体执行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像我们本科生 也有一些什么 叫科研的创新项目 你们也可以申请一些项目 然后去做一些调研 然后对这些法律执行的情况 做一些分析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这一堂课是不是就这样 就是经济法的制定于实施 我们就讲个照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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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